新华社柏林9月15日电微棋德国足球佳级联赛第三轮15日进行了六场较量,其中拜仁慕尼黑主场3比1战胜勒沃库森,成为联赛三轮过后唯一一直保持全胜的球队, 拜仁慕尼黑对聚勒索与勒沃库森对乔纳森塔在拼抢,菲利普鲁伊兹射不过,本场比赛拜仁连损两名大将,上半场结束前,托利索在同对手争抢中右膝严重受伤而离场,后被确诊为十字韧带和外侧半月板撕裂,托利索将在17日进行手术,然后休战数月。 此外,拉菲尼亚也因被贝拉拉比粗叶铲球,时直接踩中左脚踝而提前离场,贝拉拉比被红牌直接罚下,拉菲尼亚被确诊被左脚踝关节内侧韧带部分撕裂,将休息数周。 当日比赛开场近两分钟,拜仁的比亚哥在禁区内倒地防守十手球犯规,勒沃库森弗兰德主罚的点球被诺伊尔扑出,但因拜仁队员过早进入禁区,裁判宣布点球重罚,文德尔操刀命中,拜仁0比1落后,五分钟后,托利索在禁区左侧接来万分球将球射入圆角。 第十九分钟,罗本抽射破网,拜仁以2比1反超,比赛接近尾声时,这一罗接迪亚哥底线传中,投球攻门将比分扩大为3比1,拜仁慕尼非对球员穆勒中在比赛中代球进攻,菲利普鲁伊兹设拜仁三战全胜领跑积分榜,勒沃库森则连续三轮告赋,创剧勒布历史上最差得贾联赛开局,同日,沃尔夫斯堡主场和柏林赫 展开较量,第六十一分钟,沃尔夫斯堡的威廉中场传球失误,柏林赫塔的迪尔罗桑的球长途奔袭,近四十米后射门破网,第八十七分钟,沃尔夫斯堡通过点球将比分扳平,不时阶段两队又各入一球,最终2比2占平,同日,沙尔克零四克场1比2不敌门星格拉德巴赫, 没因此凭借马克西姆在不时阶段,内入球2比1战胜奥格斯堡,德国国脚维尔纳连入两球,未来比西3比2战胜汉诺威立下战功,本赛季德甲新军杜塞尔多夫逐场暴浪2比1战胜欧冠参赛球队霍奔海姆,编辑,月东兴千发,曹建杰版权归新华社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。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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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